第四季的王牌对王牌似乎变得格外的不一样了 之前天龙八部 环珠格格等老剧组的重逢 引发观众泪流满面 回忆往事 在今晚播出的节目当中 王欧回忆自己13年前 因为工作而错过 见自己父亲最后一面 沈腾和贾玲现场内崩 华晨宇两度回忆自己大学前女友 也是引发了节目的收视热潮 随后更是直接登上热搜第一 今天晚上的王牌对王牌 主要是以青春校园为主 请来了林更新 包贝尔 王欧 张天爱 张绍刚 韩雪这几位嘉宾 有一个环节 就是节目组邀请到他们的好友 同学来爆料大学时间的青葱爱情故事 关晓彤被爆出在篮球场上 总有男生朝他扔篮球 吸引他的注意力 而韩雪则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 一个有个男生默默地陪着他坐公交 等韩雪到达学校后 男生再往回坐公交到自己的学校 这样的青春懵懂 却又不说破的爱情故事 现在大概也只能在校园当中遇见了 随后华晨宇的大学好哥们 随后也爆出一个猛料 华晨宇曾经偷偷地去见过他的前女友 华晨宇在很多人的面前 一直都是一个沉迷于音乐的十分腼腆男生 没想到曾经的恋爱也是如此的痴情 而且华晨宇为了不打扰前女友的学习生活 都是独自躲在车子里面 偷偷地看着他 甚至还为前女友写了一首情歌 不过这首歌 华晨宇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包括他的前女友 在去年参加的一档访谈节目当中 华晨宇就提及过这个女生 而且还透露这首歌比较悲伤 自己只是用音乐的旋律将谱写出来了 但却一直没有将词填进去 大概也是不敢打扰了 这场纯洁的爱情吧 不过华晨宇前女友上热搜后 神奇又广大的网友 迅速就爬出女生真名 万福佳 跟华晨宇是同一所大学毕业 而且也符合华晨宇指出前女友 是乐队成员 担任乐队键盘手的身份 在那档访谈综艺节目当中 华晨宇曾表示 自己的前女友是一个很活泼开朗 学习也很个很上进的女生 这也是为什么 华晨宇会选择偷偷地去看 而不是直接出现在她面前 就是怕自己会打扰 她考研究生的心态 而在这一期 王牌对王牌的最后 华晨宇再一次提起前女友 并表示虽然不知道 你现在结妹结婚 有没有孩子 但希望你幸福快乐 同时也祝福女孩的父母 身体健康 希望我们各自安好 华晨宇说出 这番话的时候 她的脸上 透露出那种十分青春的爱恋 让人也是感慨万千了 这种纯洁的恋爱 真的是 再也找不回来了 而沈腾听到 华晨宇说的话时 也是一脸欣慰的样子 觉得华晨宇 舅舅像是长大了一样